六日兩天 北部的民眾如果要去排隊 買快篩試劑的話 記得帶一把傘會下雨 完整天氣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以代理綱 週休假期要到了 許多朋友準備要安排活動 尤其是勞工朋友 下禮拜一的時候還放假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週休到下禮拜 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 往北走 往東走的朋友要轉雨了 其實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北部朋友就明顯的感受到 溫度的下降 中午的氣溫31度 到了傍晚的時候剩23度 溫降幅度還滿大 因為最重要風向由西南風 變東北風了 北部東部轉雨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氣溫了 晚上的低溫的部分 在這北部地區 就會降到了17度的低溫 明天的白天 中午高溫也只剩下23度 因為禮拜六 東北季風影響到北部地區 中南部沒有影響 中南部仍然是天氣旗 但到了星期天的時候 要轉雨了 因為南方水氣 將要往北的方向抬升了 這麼一抬升 從禮拜天的下午以後開始轉變 接著週一 週二 週三這三天 局部性有鎮雨 山區的部分有濃霧 這樣的降雨狀況 要到了週四的時候 才會由南往北而 逐漸的停下來 那我們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我這張雲圖當中 你先注意到台灣在這裡 我們主要看南海了 因為在南海這個地方 是一個大的低壓區 這邊的水氣正在逐漸的 往海南島的方向移動 當它在往北移動的過程當中 整個季風場開始帶著西南風 有沒有注意到 西南季風已經開始逐漸要成形了 而這個西南風就會把水氣 在高空場逐漸的拖過 進入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時間點就會在禮拜天的時候 開始水氣要進來了 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水氣的進入 加上整個季風場的水氣明顯之下 相對的全台灣雲層量多 都有局部性的短暫降雨 北部地區是一個濕而良的天氣 因為北方的高壓現在正在東移 封面帶來的前半段 已經東移到台灣東方海面 那我們就來看到彩色雲圖了 彩色雲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壓會從山東半島附近 逐漸的往東走 整個風場來說 吹著東北風進來 北部的朋友會在6日 明顯感覺到氣溫下降 尤其在週日跟週一 北部的低溫只有17度 中南部的話 溫度降幅不多 但是水氣進來之後 雲層發展量多 高溫也會在禮拜天以後 開始到週三下降 到了週四 整個雲帶走了 天氣開始好轉 我們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開始偏涼 有點冷 白天的高溫部分 馬祖比較偏涼 金門澎湖有陽光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跟東部地區雲亮多 中部南部的話 還有31度 但北部剩下23度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起 沿海風大 騎車要注意 還有北部的朋友 天氣變涼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